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网上崇拜聚会 今天是父亲节 也想在这里祝各位父亲 父亲节快乐 我们教会在这次父亲节 为了想更深认识我们当中的一些父亲 和为他们祈祷 我邀请了两位弟兄 去做一些他们的分享 首先有Andy 我们的神学生 另外有Alvin 他是AAC的牧者 他也会今个月和我们去正道 在我们的分享里面 我就问了四条问题 第一条问题就是他们是谁的爸爸 另外就是他们做爸爸 有什么感恩和挑战的地方 第三 他们做爸爸这方面 神最近教导了他们的什么 还有第二条问题就是 我们怎样可以作为一个教会 为他们祈祷 不如我们就一起去听听他们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Andy 我太太是Vicky 其实我是一位准父亲 我的小朋友今年十月份 十月初就出生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大概有五个星期左右 在现在这个阶段 作为准父亲 我特别感恩的就是 在Vicky怀孕这段期间 妈妈和嬰儿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神一直都是保守他们的健康 有什么挑战的地方呢 我就觉得作为准父亲 要学很多东西 而且要承担很多责任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生活都会越来越忙 作为准父亲 神最近教导了我什么呢 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就是 我希望从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就养成这个 和小朋友一起讲圣经故事 分享圣经讯息的这个习惯 而且要带领家人一起去 向神谦卑的祷告 我觉得这个习惯 是要从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养成的 你们可以怎样为我祈祷呢 因为现在COVID疫情的关系 在医院生孩子 其实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大家可以为我和Vicky 讨告 令到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 去信靠主 去养望主 也都求神保守 妈咪和BB 在这个过程的健康 多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Alvin 王者雄 就祝所有的父亲 爸爸父亲节快乐 那我 我有四个小孩 他们的年龄是从十岁到十五岁 那就一男三个女 那 就 作为这个父亲 有什么感恩的事情呢 就 就感谢主了 就我们所四个小孩 目前都是 都 都愿意信耶稣 爱主愿意 就很喜欢参加教会的活动 所以这方面呢 就 对我来说是可以感恩的 这事情 可能就挑战的 对我来说 其实今天呢 就我跟我太太就讨论了 这件事情了 就是关于他们读经 他们个人读经的这个时间 可能我跟我太太这方面呢 就是有分歧的这部分了 他就认为我们不应该就是 逼他们去美日读经的 有这个 但我对我来说呢 这个是 一个习惯 这个是要从小养成的 嗯 所以 但就是我们这方面有分歧 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 以我们的榜样 啊 就是个人这个榜样 他可以 希望他们可以看到 父母就是经常就个人 有这个读经 报告的这个时间 啊 去 从这里学习 嗯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 挑战 嗯 嗯 那所以就 你可以 要 啊 如果为我打我们家家人祷告呢 就希望你可以 啊为我们 啊祷告这件事情 那就从神那里我 学习到怎么样做 啊 啊为一个父亲的一个爸爸 啊 我觉得主要呢就是从 神他对我们的爱啊 这个是无条件无私的爱 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作为父母呢 经常就是 儿女就需要我们更多的这个时间 和精力 啊 就很 就很容易就会 自我为中心啊 但就是从神的这个榜样 啊 就让我学习到 啊就是应该 放弃自己的时间 啊 自己的空间 啊 怎样去关心 怎样去照顾 啊 啊 所以这是主要一点 谢谢 多谢啊Alvin和Andy的分享 那我们教会当然有其他的爸爸 那今次父亲节 我们教会也都有收集到 其他做爸爸的人 他们的分享 那我们稍后也都会 将这些的分享去寄给大家 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帮助到大家 更加去认识我们当中的爸爸 啊 啊 都可以知道怎么样去继续支持他们 为他们祈祷的 那不如我现在就带大家去一起 为了我们家库里面所有的父亲去祈祷 好吗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所有的好处 所有好的事情都是从你手而来的 我们因此感谢你 赐给我们有地上的爸爸 天父今天为了我们做父亲的人去祈祷 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 所以你是我们做父亲的人的无范 今天我们不单止为了做父亲的人去祈祷 也都为了担当父亲这个角色的人去祈祷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担负好我们在家里面的责任 我们求你 我们能够像你那样爱我们一样 去帮助我们去爱我们的家人 好像你对我们保持着忍耐那样 去帮助我们去对我们家人也保持着忍耐 也帮助我们像你一样那样支持我们 去支持去支援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 好像你怎样为我们去设想 去供应一切 需要我求你帮助我们做父亲的 都知道怎样好好地为我们家人去设想 去供应他们一切 天父我们做爸爸的我们向你承认 我们很多时候都面对不少的家庭问题和挑战 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 求你赤字会给我们 我们很渴望能够可以做一个好的爸爸 但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和无力 我们有时候很想去亲近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小朋友去表达爱和温暖 但有时候我们不应该知道如何去做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将来长大成才 求你都帮助我们 知道如何去教导他们 去为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 求你帮助我们 知道如何可以引导我们的小朋友 去鼓励他们 而不是去发他们脾气 天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妻子 是你所赐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求你都帮助我们 如何去敬重我们的太太 去爱护我们的太太 去感谢我们的太太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和我们的太太和小朋友 能够共同去到生活 使我们的家庭能够美满快乐 能够荣神益人 奉耶稣基督命而求 阿们 作为地上的爸爸 我们很多时候都有很多不足 和软弱的地方 但感谢主 我们天上的确有一位完美的爸爸 我们的天父是充满着 怜悯、慈爱、公义和信实 在诗篇103篇 诗人这样去到赞美我们的天父 耶和说 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露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 但不长久窄备 也不永远怀怒 他目要按着我们的罪过代我们 也目要照着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 天离地有多高 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 冬离西有多远 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连率而止 而我说也照样连率敬畏他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 至于世人 他的年日好像草一半 他又好像野地繁茂的花 京风一吹就归无有 他原来的地方再不认识他 但从行股到永远 耶和华的慈爱临到敬畏他的人 他的公义也归于他们的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检守他药 记住他分辞 并且遵行的人 若我们在Vicky带我们唱第一首诗歌的时候 万福传言 我们都和诗人一起 去赞美我们这位完美的爸爸 可以是多么对我们不离不弃 多么充满着公义信实 慈爱 怜悯 我们都和诗人 为你愿赴全愿 帮我心唱 祝恩惠 祝此恩典 永乐不断 广怀歌赞高声唱 求你交道 我用美去与调 又向天使送出钱 恩主后 爱万古长存 地白前世不改变 在黑暗中 完全失散 直到你乃真主 我 在罪恶中 深受狂妄 直到你爱释放我 我的灵友 产生性格 你同在世 我沮丧 你的恩典 为我愿 与你同行到永远 与你同行到永远 你随便 我仅仅存在 美丽 我黄金 你知他 我黄金 你知他 コメン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我们的神终对我们不离不弃 更加会用他的话语和圣经去改变我们 更新我们的思想、心态、意念 这三个星期,Elven牧师会带我们去看《罗马书》第十二章 去想想我们怎样可以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 封城这段日子,我们教会就没有了我们的实体聚会 没有了我们平时的礼拜日的崇拜聚会 但我们怎样才可以继续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 我们怎样可以在平日去继续奉献蒙神月纳的祭物呢? Julian现在就会和我们去读出今天讲道的经文 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到《罗马书》第三章和第十二章 然后Elven就会出来和我们去到正道 在YouTube的Description下面也有我们讲道的大纲 希望这件事都能帮助你去听今天的讲道 今天的经课是记载在《罗马书》三章十九至二十七节 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我们知道律法所说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 很塞着各人的口 使得普世的人都服在神的审判之下 所以凡是血肉之躯 没有一个能够因为律法的行为而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要人认识罪 但是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了 有律法和先知为正 就是神的义 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就加给一切信的人 这个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现在却蒙神的恩典 藉着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 就白白得清为义 神设立耶稣作为赎罪制 是凭耶稣的血 藉着信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恕人先前所犯的罪 很小到今时显明他的义 被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都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既然是这样 哪里可以夸口呢? 没有东西可以夸口 是藉着什么法呢? 功德吗?不是 是藉着信主的法 所以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制 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这样去侍奉 乃是你所当然的 这是上主的道 感谢上主 很高兴再次有机会 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神的话语 很开心做一次有机会 跟大家大兄姐妹去分享神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明白祂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去祈祷 求神帮助我们明白祂的话语 你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您 虽然我们不能有面对面的聚会 感谢您 我们还可以在线上 通过你的话语 得到鼓励 祈祢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能清楚地分享你的话语 能通过你的话语 鼓励 我们把自己的生命 献上给你 为你而活 我们打造之奉祖的天 阿们 阿们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关于敬拜的主题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关于敬拜这个主题 什么是真正基督徒的敬拜 什么才是真正基督徒的敬拜 我们怎样来敬拜神 我们怎样来敬拜神 什么才是真正基督徒的敬拜 基督徒的敬拜会让你联想到什么 基督徒的敬拜会让你联想到什么 我上网搜索了敬拜这个词 可以上网搜索敬拜这个词 大部分敬拜的图片都跟在教堂里的聚会有关 这张图片里有一个乐队在舞台上 这张图片里有一个乐队在舞台上 慧众站着唱歌 慧众站着唱歌 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是一种更传统的礼拜形式 就是一个更传统的礼拜形式 在大教堂里的仪式 在一个大教堂里面举行的 慧众来到教堂前面领受牧者给的圣餐 这里看到那些慧众会来到教堂前面 领受牧者给的圣餐 这两张图片的内容 我们可以说 敬拜就是在一个固定地点 在这两幅图里面告诉我 就是敬拜是一个固定的地方 固定时间 是一个固定的时间 就是一个固定的活动 也有所举办一些固定的活动 这固定地点就是教堂 这个固定的地点就是教堂 固定时间 是在礼拜日 就是周二的时间 固定时间就是在礼拜日的早上 固定的活动 也许是唱歌 固定的活动 这种敬拜的方式符合圣经的教导 这种敬拜的方式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 在圣经的纪约里 在圣经的旧约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敬拜的方式 也会看到这种敬拜的方式 以色列神在旧约的子民每年到了圣殿去敬拜神 以色列神在旧约的子民每年都去到圣殿去敬拜神的 他们去圣殿做什么呢 我们去圣殿做什么呢 去圣祭 去圣祭 所以在居约里我们可以看到敬拜是在一个固定的地点 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一看到敬拜是一个固定的地方 就是在圣殿里 就是在圣殿里面 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每年的时间 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每年的时间 是一个固定的活动 就是圣祭的活动 是一个固定的活动 就是去做这个圣祭的活动 圣祭是为了赦免神子民的罪 圣祭就是为了赦免神子民的罪 这很明显是在居约里的敬拜方式 在新约的时候呢 在新约的时候呢 到了新约的时代 我们敬拜神的方式有没有改变 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敬拜神的方式有没有改变呢 净拜还是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还是在一个固定的地点 是不是在固定的活动 以及有一個固定的活動 如何才是真正基督徒的敬拜呢? 今天的經文中,羅馬書十二章一節 就告訴他,什麼才是真正基督徒的敬拜 大家看看羅馬書十二章一節 這裡這樣說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 作活祭,是聖結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這裡這樣說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 作活祭,是聖結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這章節有沒有提到敬拜呢? 但這個經文中有沒有提到敬拜呢? 有啊 其實是有的 其實在第十二章地節 你的事奉這個詞 可以翻譯成敬拜 其實在十二章一節中,事奉這個詞 亦可以翻譯成為敬拜這個詞 你看第一節說,你們如此侍奉 你可以翻譯成你們如此敬拜,是理所當然的 你看第十二章一節尾 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其實可以亦作為 你們如此敬拜,乃是理所當然的 如果我們看英文聖經版本的翻譯 他會把事奉翻譯成worship,就是敬拜的意思 如果我們看英文聖經版本的翻譯 他會把事奉翻譯成worship,即是敬拜的意思 在屏幕上你可以看到 他翻譯成 因此,我求求你們,在神聖經版本的翻譯成worship,即是敬拜的意思 實際上敬拜這個詞 是用來指他們在聖殿或帳墓裡所做的事 就是獻祭 實際上,敬拜這個詞其實是用來指他們在聖殿裏面 或者在帳墓裡所做的事 就是去到獻祭 俊約的《約書雅記》第22章27節說來 而是為你我之間和後代子孫之間做證據 好使我們在耶和華面前獻我們的翻譯、平安譯 和別樣的譯來侍奉他 在《約書雅記》第22章27節這樣說 在聖所獻祭是在旧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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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神的方式 在新約羅馬書第12章所提到的敬拜 就是在聖所獻祭是在旧約時候 敬拜神的方式 在新約羅馬書第12章所提到的敬拜 也跟獻祭有關 而在新約羅馬書12章1節中提到的敬拜 其实也和这个献祭有关的 那你看这个章节 这里说就是向身体献上作为活祭 这就是我们的侍奉 这里讲到12章1节 所以弟兄们我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基督徒需要献上祭品的神 这个是否意味着基督徒需要献上祭品 去到给神呢 是不是需要献羊献鸡的神 是不是需要去找一只羊 找一只鸡献给神呢 是不是要把鸡杀了 羊宅了献给神 是不是需要去杀这只鸡 在左一阳去到献给神呢 这是不是神要我们的敬拜 这个是不是神要我们的敬拜呢 不是不需要杀鸡宅 是不需要去杀或者宅的 因为第一节说要献上的祭品是活祭 因为在第一节里面所说的要献上的祭品是活祭 是活的祭品而不是死的 活的祭不是死了的祭 那还好是活的 不然杀鸡宅羊肯定是一个很恶心很混乱的事情 其实活的都是一个好词来的 要不然我们要杀鸡或者左一阳一定是一个挺狠心的东西 那到处都是血 这很恶心 也会嫁到全地都为血 神要我们献上的活祭到底是什么呢 但是神想我们献的活祭是什么呢 第一节说是我们的身体 在第一节里面说是我们的身体 所献上的是活的身体 我们要献上的是活的身体 就是有生命的身体 就是有生命的身体 这意味着我们所献上给神的是我们的生命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所献给神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生命 把我们整个生命献给神 把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献给神 在旧约时代神的子民献祭动物 在旧约时代神的子民献祭动物 为什么现在我们不在献祭动物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去献祭动物呢 而现在我们献上的是我们的身体 而是用我们的身体 第一节其实告诉我 第一节其实也这样告诉我 他这里说就是因为神的慈悲 我们就不再献上动物了 是因为神的慈悲 我们才不用再去献上动物 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到第11节 教导我们关于神的慈悲 神的怜悦 保罗其实在罗马书第1章直到第11章里面 都有教导我们关于神的慈悲 神的怜悯 我们原来是不义的 我们原本是不义的 接着神的慈悲 神的怜悯 祂使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被称为义 我们原本不是义人来的 是借着神的慈悲 怜悯 使我们借着耶稣被称为义 那我们是不义的罪人 我们本来是不义的罪人 我们拒绝了神 我们拒绝了神 选择犯罪 选择犯罪 成为罪的努力 罪的囚犯 成为罪的奴隶和囚犯 无法脱离罪的捆绑 无法脱离罪的捆绑 被面临死亡和神的审判 要面临死亡和神的审判 但因神的慈悲和怜悯 祂差派了祂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但因为神的慈悲 祂的怜悯 祂差派了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了我们 神不但把我们从罪的监狱释放了 耶稣不但将我们从罪的监狱释放出来 同时也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亦都同时为我们牺牲了祂自己的生命 祂献上了祂的生命 祂献上祂自己的生命 成为一个真正能设罪完美的祭品 成为了一个能够真正的 能够赦免赦罪的完美的祭品 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说 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 就白白得称为义 神设立耶稣作赎罪祭 就是凭耶稣的血借着心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借着他基督耶稣里的救赎 就白白得称为义 耶稣设立耶稣作赎罪祭 只凭耶稣的血 借着信 神设立耶稣作了我们的赎罪祭 神就设立了耶稣做我们的赎罪祭 其实基督耶里所献上的动物都是不完美的祭品 其实在旧约里所献上的动物 都不是一些完美的祭品 不能真正使人的罪得到圣灵 不能真正令到一个人的罪得到赦免 基督耶稣的献祭都指向一个完美的羔羊 耶稣基督 在教育里面的献祭都是 全部指向着 一个更加完美的 羔羊耶稣基督 唯有他所流的血 才能真正洗净世人的罪 唯有他所流的血才能够真正的 洗剩我们人的罪 所以我们不再需要 不需要在线上鸡、羊、牛 或任何动物的事 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去献上任何的鸡、羊、牛 任何动物给神 实际上 所有旧约的献祭制度都被耶稣取代了 事实上 所有旧约的 献祭的制度都被耶稣取代了 我们不但不需要献给神任何祭品 我们不但不需要再去 向神献任何的祭品 我们的确无法献给祂任何东西 我们的确无法献给祂任何东西 因为无论我们献给神任何东西 因为我们无论献给神任何东西 任何东西都是从祂而来的 任何东西都是从祂而来 都是祂供给我们的 都是祂供应给我们的 其实我们目前拥有的只有一个东西 我们目前拥有的只是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的身体 就是我们的身体 当然这也是祂赐给我们的 当然我们的身体也是神赐给我们的 神见着耶稣基督显明给我们祂的慈悲和怜悯 因为神藉着耶稣基督显示给我们的慈悲和怜悯 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唯一拥有的身体献给神 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唯一有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献给神 把我们整个生命献给祂 把我们整个生命献给祂 这就是真正基督徒的敬拜 这个就是真正基督徒的敬拜 所以新约教导的敬拜与旧约的有区别 所谓新约教导的敬拜 与旧约讲的东西是有区别的 旧约的敬拜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就在圣殿里 固定的时间是每年的 以固定的活动就是限制 在旧约的敬拜是一个固定的地方 就是在圣殿里面 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每年 还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就是去献祭 既然神已经献上了耶稣一个完美的祭品 既然神已经献上耶稣这个完美的祭品 除了我们的身体以外 我们不需要也不能献上任何祭品 除了我们的身体之外 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够献上任何的祭品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 我们整个生命献上给神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 整个生命 献上给神的话 那我们的敬拜并不只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就是在教堂 那我们的敬拜就不会再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好像教堂那样 并不只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 就是在礼拜天 也不会再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有些人觉得好像是星期日那样 并不只是一个固定的活动 比如唱诗 领受圣餐和其他的仪式 也不只是有一个固定的活动 好像只是唱诗歌或者领受圣餐 或者其他仪式那样 反而我们的敬拜是一个24期的敬拜 这是一个24小时7天的敬拜 所以周七天每天24小时的敬拜 每个星期7天每天24小时都是用来敬拜 在我以前侍奉的教会的教务同工会里 我以前侍奉的教会里面 好像是一个教会的同工会里面 我们讨论了一件事情 我们就去讨论一些东西 我们想在教堂的门口安装一个新的告示牌 来公布教会聚会的时间 我们想在教会外面的门口安装一个新的招牌 去告诉别人我们教会的聚会时间 我们讨论应该在告示牌上写什么 我们讨论在这个牌上应该写什么 有一位牧师说 我们应该写 主日 崇拜 有一个牧师说 我们应该在上面写着主日崇拜 我想他的想法 是周日聚会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来敬拜神 我想他的想法就是 我们星期日的聚会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来敬拜神 所以 这聚会是一个主日崇拜 所以这个聚会是主日崇拜 很多基督徒仍然认为敬拜神的地方就是在教堂 很多基督徒仍然觉得 我们敬拜神的地方就是在教会里面 就以为教堂就代替了俱乐的圣业 所以某程度上 教堂就好像代替了旧约的圣殿了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教堂都有非常宏伟的建筑 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很多教堂都有一些非常宏伟的建筑 因为如果教堂是来敬拜神的地点 帮助会众感受到神的存在 因为如果教堂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一定需要 告诉一些会众听和感受到 这个有神的存在 还有许多教会在开始他们聚会的时候 喜欢用的一首诗歌是什么 还有很多教会在开始他们的聚会的时候都会 喜欢用一首诗歌 那是什么呢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诗歌呢 主在圣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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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 都应当肃静 肃静 肃静 应当肃静 主在圣殿中 主在圣殿中 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 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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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肃静 阿门 为什么在聚会的时候 唱这首歌呢 为什么在聚会的时候要唱这首歌呢 我想是因为他们认为教堂 就是主的圣殿 我想他们应该是认为教堂就是主的圣殿 我们去教堂是为了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 我们来到教堂的目的是为了去到主面前敬拜他 但这的确是对圣经的误解 但这是对圣经有些误解 的确不明白旧约和新约之间是有区别的 这是没有搞清楚 不明白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区别 是的 在9月时期 神的子民在固定的时间 聚集在固定的地方 通过特别的活动的献祭来敬拜神 没错的 在旧约时代 神的子民的确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聚集在固定的地方 通过一个特定的活动去到敬拜神 但是新约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自己 但是在新约中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自己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线上任何自己 所以不再需要向神献上任何的祭物 不需要作为圣殿的建筑 不需要再有一座建筑物 做圣殿 因为耶稣就是神的殿 因为耶稣就是神的圣殿 基督徒也是神的殿 我们做基督徒在主里面的也是神的圣殿 如果我们向神的敬拜 与约约时代的敬拜 没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我们向神的敬拜 和旧约时代的敬拜 没有任何差别的时候 那么我们还活在旧约的献祭制度 我们其实还是活在旧约的宪制制度里面 还活在律法之下 也继续活在律法之下 而不是在恩典之下 而不是活在恩典之下 但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旧约的律法 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旧约的律法 赐给我们神的恩典 赐给我们神的恩典 那就是因为神怜悯了我们 因为神怜悯了我们 所以我们不必去教堂来敬拜神 所以我们不必要一定去到教会 教堂里面 才能敬拜神 因为敬拜神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因为敬拜神是我们整个生活的全部 是二十四期的 是二十四小时七日的 当然这也包括了周日去教堂聚会的时间 当然这也包括 在礼拜日的时候我们回教会聚会的时间 可是这周日聚会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朝拜神的神 但是我们礼拜日的聚会主要的目的 不是为了去到朝拜神 因为神不是住在教堂里 而是借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中间 因为神不是住在教堂里面 而是借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 也借着祂的圣灵住在我们身上 也借着祂的圣灵住在我们身上 如果去周日聚会主要的目的不是敬拜 那么聚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如果我们礼拜日去聚会 主要目的不是去到敬拜的时候 我们回教会聚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 是为了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 希伯来书第10章 24到25节说 希伯来书第10章24到25节说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哀心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就知道那日子临近 更当如此 那这章节说 基督徒不可以停止聚会 希伯来书这一章 说到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应该停止聚会 聚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那我们聚会的主要目的是做什么呢 那25节说是为了彼此劝勉 彼此鼓励 25节说是为了彼此劝勉 彼此鼓励 这就是我们聚会主要的目的 这是我们聚会的目的 今天的经文 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学习到真正基督徒的敬拜是随时的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学习到真正基督徒的敬拜是随时的 在任何时间是24期的 不只是在周日 是在任何时候 是24小时 每一个星期七日的 不只是在星期日才做的事 神配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周日早上的几个小时 神配得的不只是我们在星期日早上的几个小时 敬拜神是全时的 而不是部分时间的 敬拜神是全时的 而不是部分时间的 真正基督徒的敬拜 也是随地的 真正基督徒的敬拜也是随时的 随地的 不仅仅是在教堂里 不只是在教堂里面 在任何地方 在任何地方 在家里 在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面 在学校 在学校里面 在坐车的时候 你坐车的时候 在线上 你上网的时候 随时随地 是随时随地的 真正基督徒的敬拜也是在凡事上的 真正基督徒的敬拜也是在凡事上 在做任何事情 都是在敬拜 做任何的事情上都是敬拜 不仅仅在教堂里唱诗歌的时候 不仅仅在教堂里面唱诗歌的时候 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活动 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活动 在教堂里用嘴唇赞美神很容易 但其他时间也许 我们的心却远离神 在教堂里面 我们用嘴唇赞美神 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事 但在其他时候 可能我们的心就会比较偏离神 我们应该凡事都敬拜神 我们应该凡事上都敬拜神 无论在说牙的时候 无论在拆牙的时候 学习 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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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在工作 睡觉 睡觉 看电视 看电视 上互联网 上网 看社交媒体 去看社交媒体 交谈 聊天 我们都在敬拜神 我们在这些一切事上都在敬拜神 这意味着我们怎样对 丈夫和妻子的态度和行为 这意味着我们怎样对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丈夫和妻子的态度和行为 是在敬拜神的 我们的态度和行为是在敬拜神 我们选择看或不看的电视或电影节目 也是在敬拜神 我们选择去看或者不看一些 电视节目或者电影 这个也是敬拜神的范畴 上或不上的网站 我们上网看些什么 关注或不关注的社交媒体 关注哪些社交媒体 我们学习或工作的表现 我们学习或工作的态度和表现 在周日聚会之前 聚会中 聚会后我们怎样对待弟兄姐妹 我们在 礼拜日的聚会之前 在聚会的时候 在聚会之后 我们怎样去互相对待 大兄姐妹 在餐厅怎样对待 服务员 在超市怎样对待 收银员都是在敬拜神 我们在餐厅怎样去对待服务员 在超市怎样对待收银员 在这一切事上 都是包括 敬拜神 在封城期间被捆在家里 你感觉怎样 不知道大家在封城这个时段 被迫困在家里 你觉得怎样呢 是不是觉得很无聊 有没有觉得 觉得有点无聊 很痛苦 或者很痛苦 很孤单 很孤单 很沮丧 还是很沮丧呢 其实在封城期间 还照样可以敬拜神 其实我们在封城这段时间 也可以照样 去敬拜神 因为我们保持社交距离 是为了快点 因为我们保持社交距离 都是为了去爱其他人 这样既可以保护他们 也可以保护和他们一起住的人 除了保护他们之外 也可以保护到 跟他们一起住的人 在家里也可以继续服侍 我们在家里也可以继续去互相侍奉 去照顾你的家人 对你的室友 去照顾你的家人 或者你的室友 也可以继续服侍 关心 没有跟你一起住的弟兄姐妹 很亲友 也可以透过你继续服侍 或者去关心 没有跟你一起住的弟兄姐妹 或者亲友 可以通过电话 微信社交媒体 Zoom 来跟他们保持联系 关心他们 可以透过打电话 去到 送个message 或者 在社交媒体上 用Zoom 去和我们 去保持关系 去关心他们 是 那你是否真正的敬拜神 不知道你是否真正的敬拜神呢 如果你不明白神在耶稣里 向我们显明祂的怜悯 如果你不明白神在耶稣里面 向我们显明的怜悯 那你就不会明白怎样 以正确的方式来敬拜神 你就不会明白 怎样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到敬拜神 我鼓励你去找 一位成熟的基督徒 教他们帮你 解释清楚耶稣 为我们带来的救恩 我也很想鼓励你去找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去叫他帮你去解释清楚 耶稣为我们带来的救恩 希望你就可以明白神 希望能够帮助你明白 神的慈悲怜悯 如果你已经明白并且接受了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救恩 如果你已经明白和已经接受了 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救恩 你献上你的生命给神了吗 你有没有献上你的生命给神呢 你有没有开始侍奉神了吗 你有没有开始侍奉神呢 你有没有开始侍奉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呢 有没有开始侍奉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呢 如果你没有服侍别人 或者不愿意服侍别人 如果你没有侍奉任何人 也不愿意侍奉的时候 那你还没有真正明白神对你的怜悯 这个可能是因为你 还没有完全明白到 神对你的怜悯 真正体会到神通过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怜悯 会感动我们愿意把我们整个生命献给神 真正体会到神藉着耶稣对我们的怜悯 是会感动我们 愿意把我们拿整个生命去献给神 去服侍神 去服侍别人 去服侍神 去侍奉人 其实神对神的敬拜 就是一个感恩的回应 其实对神的敬拜是一个 我们感恩的回应 我们的感恩 是回应神的恩 神的恩典 神的恩惠 我们感恩是向神回应 祂的恩典 祂的恩典 祂的恩惠 因为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 得到神的怜悯 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得到神的怜悯 所以我们以感恩的心 将身体献上 来敬拜 慈悲爱 所以我们就会以感恩的心 去将我们的身体献上 来敬拜 那位慈悲 爱我们的神 让我们来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去到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真感谢你 借着耶稣基督 你完美的献祭 完美的高楼 我们的罪 完全得到了胜利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你对我们的慈悲和恩典 祝你帮助我们每一位 能以感恩的心 把我们整个生命献上给你 来敬拜你 来为你而活 来为你使用 来侍奉你 来使世 可以荣耀你 敬拜你 我们宝宝 祝你 所以 弟兄姊妹们 我凭着神的人词 劝你们 要将身体献上 作圣结 而梦神月纳的活祭 我们好时候 没有把我们所一切 献上当作活祭 我想是因为我们忘记了 神对我们的人词 所以让我们现在 一起去到认罪 借着去反思 神如何借着耶稣基督 对我们的人词 对我们的怜悯 希望这件事会驱使我们 推动我们 将我们的身体 献上 每一日当作活祭 去侍奉神 圣经提醒我们 不能够向天父 隐藏我们的罪 反而要带着 懒悔和谦卑的心 认罪悔改 在他无穷的人次 和怜悯之下 得蒙赦面 我们要时尚向神 承认自己的过犯 特别当我们 好像今天一样 聚集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他 给我们的恩典 向他献上 当得的赞美 聆听他的圣言 祈求去供应我们的需要 让我们来到 神私恩的宝座前面 带着 真诚的心 凭着 坚定的信心 同心 祈祷 最慈悲的上帝 我们承认在思想 言语和行为上 常常得罪了你 应做的不做 不应做的反去做 我们没有尽心爱你 有没有爱人如己 现在我们痛心 我悔 求你 怜悯我们 为了圣子 耶稣基督 遥恕我们的以往 辅助我们的现在 引导你的将来 使我们 乐意 进行你的旨意 归荣耀给你的 圣明 阿们 希望在我们体会到神 借着耶稣对我们的人质 的时候 外国人 都会愿意的 献上全身 太快要 implementation 赞美歌声永不停 赞美歌声永不停 见圣奉献我相守 主爱祂思琴共处 见圣奉献我相助 奉命斑袍没有错 奉命斑袍没有错 见圣奉献我过后 只有高永惯望有 见圣奉献我舌头 时时穿得主圣也 时时穿得主圣也 见圣奉献我感应 不为时机留缓慢 见圣奉献我知识 听着选择进全身 听着选择进全身 见圣奉献我自愿 不再见圣奉献我善意 见圣奉献我的心 属主圣猥献主报位 属主圣猥献主报位 见圣奉献我的爱 从此轻心爱我住 见圣奉献我自愿 愿我满事都围住 愿我满事都围住 在这段经文中 罗马书第十二章 我想有两条 值得我们继续反思的问题 第一条问题就是 你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敬拜神 第二 如果你已经明白和接受了 耶稣带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体会过去的人词的时候 你有没有献上你的生命给神呢 我知道就算在这个封城的日子里 都有不少弟兄姊妹 有继续将他们的生命献上 去侍奉神 去彼此侍奉 我知道有弟兄姊妹 他都会平日打电话 去互相关心其他弟兄姊妹 去慰问他们 去关怀他们 去为他们祈祷 也有弟兄姊妹 会把握机会 会和他们的同事 去到分享他们的信仰 也有不少弟兄姊妹 平时也会 每个星期抽点时间出来 去参加成长小组 藉着这个小组的时间 去互相的泪面 鼓励 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 藉着这件事去到互相建立 所以都非常感谢各位弟兄姊妹 继续这么努力 去到这些不同的方面 去到侍奉主和侍奉我们的教会 我知道我们当中也都有人 可能你未参与过那些东西 或者可能你是刚刚新 来到我们的崇拜聚会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我们教会的事工 或者你想去更加参与我们教会的生活 教会的事奉的时候 你都可以藉着这个QR Code 你跟着这个link 就会去到一个表格 你可以在表格上去告诉我们 去表示你想知道更多 或者想参与我们教会里面的事奉 和不同的活动 或者如果你有任何其他问题 你都可以在那里告诉我们 我就会有人 我或者胡牧师 去联络你 去解答一些不同的问题 我知道我们教会大部分的事工 现在是在大家身处的地方 在你们的家里面进行着 但其实我们在教会现场 都有些新的发展 我都想用这个机会去更新大家 我们现在教会在场发生的事 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mobile community pantry 我们这个时工都很感谢主 政府是给我们豁免可以继续有这个时工 继续去帮助我们社区里面有需要的人 我们在这几星期里面都不断见到人数增多 也都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去到和他们分享 我们福音里面的盼望 所以都可以继续为这个时工去祈祷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木区议会的大兄姐妹 她们都很努力继续去为我们的教会 去作出不同的计划 以及去想我们如何安排教会的事工 其中一个新的发展就是我们现在 外面之前烂到一块块的草地 已经被更新了 也很感谢我们的木区议会里面的大兄姐妹的帮忙 接下来我们都知道这块草皮可能都需要其他的维修工作 到时我们都会告诉大家 在我们开放教会的时候 大家怎样可以继续参与 希望我们这块草地都能够去帮助到我们其他事工的进行 好像我们平时的茶点 或者我们的开放日 或者可能圣诞节的一些活动的时候 这块草地都可以帮助到我们去招待我们社区里面的不同的人 在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 都让我们一起去用主土文去祈祷 都希望神继续去带领我们每一日过着敬拜祂的生活 侍奉人的生活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请求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 权兵 荣耀 都善来的 从现在直到永远 阿门 各位大兄姐妹 平平安地去敬爱主 去服侍主 我们奉耶稣的名义去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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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